这个月7号,台铁两名到办公,在铁轨作业时被自强号给撞上,不幸身亡。 家属向交通部次长陈琴,抨击台铁,把事故责任都推给了自强号驾驶和两名死亡的工人,从优抚恤改为了一般抚恤。 家属除了要求要尽速查明真相之外,也希望交通部协助他们为死者讨公道。 向交通部次长递上陈琴书,台铁到办公和朱聪的女儿说,爸爸服务台铁41年,原本预定在这个月7号要办理退休,没想到当天就死在检修的铁轨上,台铁到现在还没有给他们一个合理的交代。 因公殉职,我要的是这个真相,因为他现在把责任全部都推给司机,求求你帮我们组织公道,我们只是拼命百姓,小老百姓。 家属请交通部次长帮他们讨公道,也气氛台铁把因公殉职的两位到办公,从优抚恤变成了一般抚恤。 对家属的陈琴,交通部次长承诺会尽力协助。 他就是因公殉职,他没有别的什么名目来给他们, 为台铁牺牲奉献四十几年的一个老员工,他是这样对待他的员工的吗? 我在这边要跟家属很具体而清楚的报告,户里面跟局里面一定会全力来协助家属,那么尽力来重游来抚恤。 15号上午,立法院交通委员会邀及交通部次长,台铁及公路总局相关单位, 到台中海线会刊火车站等相关建设。 而这也是龙京火车站台铁到办公7号遭撞死后,交通单位进行的会刊。 可逐中家属也利用机会成行,希望交通部能帮助家属主持公道,还死者一个真相。 记者王秋来时节,台中报道。